任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今天我们的祭会开始 请各位合掌进行花艳旅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行独宗圣 天上神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愿众生 离苦得乐 以目为师 善用其心 逆行六度 行十大愿 同修九泽 任母归远 无量寿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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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学习武士命理的一些知识 来修行圣道 马祖的一些圣道 那顾问 那顾问今天要分享武术当中的一 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当医生 当医生你要到学校去读诗 读得七人十人 还要实习 还考证照 那这是目前比较正规的 那我们这个一 我们来讲 如何来修命 来养生 养这个身体 所以我们在宗教信仰上 常常讲修行 那信命双修 福慧双修 我们常常都听到 那学习宗教呢 信仰要学求福 求慧 就要福慧双修 那最重要还要修性修命 所以我们分享完了所谓的 常清静经 它类似佛教的心经 是修心养性 那我们呢 今天要来开始分享 再来养命 性命双修 修性以外还要修命 所以今天来来分享 所谓的道工 在道教来讲 常生也不死 对不对 人寿 能永生 是道教所推崇的 清静经讲 运行入月 常养万物 然后我们也谈到 四个 易经四个卦 乾卦、坤卦、离卦 跟坎卦 也就是天、地 还有 路、夜 这四个卦 在易经六十四卦当中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尤其 在养生方面 有所谓的 水火器器挂 如果你水火器器的 我们就可以养生 可以延命 很延命 所以它的精神 它的哲理是这样子的 它说 未器挂 就是火在上面 水在下面 太阳在上面 夜亮在下面 太阳上面 就指我们的 頭脑的私系思维 而我们的心性 心灵 都在动 都在动 太阳要放花 花色 所以我们 在眼睛 打开 清醒的时候 我们都在消耗 我们的精气神 放花出来 在消耗 所以我们眼睛一打开 我们睡醒了 眼睛一打开 那我们的 一直在消耗 我们的能量 放花 我们的能量 放花 我们的能量 那我们下面呢 是水 水 是我们的肾脏 主肾脏 其实就是我们的 昏蜜 肾脏功能 的昏蜜 那这个水呢 就是我们的性命 的那个命 主的那个命 所以我们呢 腎脏不好 体力就会不好 那如果我们 重义 够混 这等于我们水呢 用了太多 我们就没有那个 能量 没有那个 生命力 没有生命力 所以水在下 火在上 火放花向上 水往下 倒落 沉沦 就 变成胃气 没有办法成功 没有办法到彼岸 所以我们要气气 要到彼岸 就必须倒过来 上面是水 下面是火 所以在 河土洛斯在讲 他的一个口诫在讲 就是讲到 天一生水 第六层之 非常重要的一个口诫 这个宇宙呢 这个地球怎么生成的 一开始就是 天 这个宇宙 那生了水 在地球上 产生了水 因为有水 就会产生生命 天一生水 第六层之 首先呢 就是要有水 要生水 要生水 那这个天就是 錢挂 就是錢 錢就是五行的金 金生水 那金是什麼 它指的是 心性不染 就《長青經》 《長青經》 《長青經》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的心靜 神清 神清 我們就是錢 金性 就是 不染 不污染 我們就是心不動 神可以清 清明 這叫清淨 所以我們的思維 心性呢 清淨了 所以我們就是 自然就會生水 那我們在任道公來講 要能清淨 那如果去清淨呢 就我們的思維要清淨 心不亂 心性呢 不被污染 不會墮落到六道 那首先的公務就是 天一生水 第六层之 那上面要變成水 變成火要變成水 我們的心呢 都妄想 妄念 讓它靜下來 所以 我們對佛家 六度 波羅蜜的修行 對那個禪定 怎麼去解釋 那禪定就是 外離向 心不亂 所以一念不生 就是清淨 所以我們首先要打 這個道公的時候 來修生養命 修心養性 首先就是要清淨 那怎麼清淨 那馬子的文化這個 告訴我們 馬子呢 前面就有千里眼 四農耳 靜靜將精 水靜將精 就是 一個是看 眼睛看 一個是耳朵聽 就是要 收視環聽 收視環聽才能呢 讓我們心靜下來 就清淨 清淨講 六意不生 恩而彼者生意 不要生起 佛教講 六根大定 所以收視環聽 就是眼睛不看 馬子的眼睛 是閉的 閉七分 三分 我們不是接觸外在 是來聽內在的 往裡面聽 不聽外在的 所以我們心就可以 沉下來 可以靜下來 我們的神 就可以清了 可以靜了 可以靜了 所以 收視環聽 諸百守些 神明自來 所以 我們要打 道工廠的時候 要 閉七分 正三分 就像我們打坐 靜坐也是一樣 然後 望遠的能守 嘴巴閉起來 能守住我們的精氣神 上面不要變火 不要讓它放花 一直心亂動 神的汙灼 精氣神 不要這樣子 那就是清淨的 清淨的 所以 我們把眼睛閉起來 阿關內在 那 清淨見我道工廠 我們就是喚著 所謂的大名作 恩馬尼巴咪奉 那我們可以意會 恩馬尼巴咪奉的意思是什麼 像蓮花 清淨不然 這是錢 這是金性 心性不然 就是清淨心 人能藏清淨 心裡想 恩馬尼巴咪奉 我要脫離六道 要回到四聖道 回到清淨的天心 出汙泥而不然 很自然我們心靜下來了 我們神沒有汙染了 清了 不是汙染的 很自然 我們水 就會 產生了 所以我們打這個 道工廠的時候 念這個清淨見我 道工廠的時候 恩 一定要閉起來 閉七分 增三分 六根 不接受外在的信息 然後 嘴巴閉起來 然後 最重要的是 剪舌的工夫 舌頭要 往上內剪 當我們舌頭 剪起來 頂到上額 上額 後面 我們火龍那個地帶 你一頂 嘴巴閉 你會發現 你的口水開始流下來 口水就產生了 那個就叫 精液環丹 精液環丹 有這個名詞 以後我們再來做解釋 我們的口水就產生了 我們的內蜂蜜 就活躍了 所以我們常常呢 要懂得 養神 就是 收視環丹 養神 盡量不要 眼睛這麼大 動來動去 都在消耗我們的精神 所以 萬年能手 就是嘴巴閉起來 收視環丹 就可以養這個精氣神 所以當我們眼睛圍壁 所黑 就在養神 養氣 養精 然後我們心裡想著 歐媽妮巴蜜蜜 我要出污女而不來 要脫離六道 到四正道 成仙成火 不要被這個世間的污染 世間的這個 著世世間所污染了 所以我們打那個 清淨見火的道工廠 最重要的工夫 就是眼睛 能收視 耳朵環丹就是六根的大定 不接受外來心識 嘴巴閉起來 蛇 要撿蛇 讓口水下來 天衣生水 天就是錢 這是金性 金性就是 心性不難 我們的思維不動 外離向 內不亂 一念不起 這在修性 讓手 天部 公眾 難道 全aras 等於 念 其他的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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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自己的精氣神消耗掉的 放化掉的 而把它縮韌起來能守 讓隨時保持一個精氣神 讓眼睛一看這花亮 精氣神實質 心想事成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寫五世命裡的醫 來醫療我們的身體 來養生 來援受 最重要是收視環聽 收服惡將 把眼神 我們的耳朵收視環聽 有空閉眼養神 養精 養氣 嘴巴的話不要講太多 話講太多都在傷神 我們就很容易累 所以我們隨時要能守持自己的精氣神 然後再培養自己的精氣神 就下一個階段 第二生活 天氣成之 我們下一個 下一段再來分享 以上是今天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請大家合掌 恭請媽祖 這次久 萬一我們就正常 那碗天上神無菩薩 啊 我大 определ 可欺Assa 南无天上圣母菩萨 南无天上圣母菩萨 妈祖慈佩,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络大学堂,来学习妈祖圣道的知识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天上四母经朝天宫版前文的白话解说 那顾问把天上四母经分成大概四个阶段 今天分享第一个阶段就是内四马祖 内四马祖下缓的人有,为什么马祖下缓到人间来 内四马祖的生平的故事 内四马祖升天后的一些工期 所以我们来解读天上四母经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每天马祖建议我们朝夕要诵读天上四母经 我们当然要相信马祖,信仰马祖 要能信仰这部华天上四母经 而能解读了解天上四母经,马祖的教义 当然要去修行啊,要去修行啊,要去修行 要生活当中去例行马祖的这部正法 天上四母经 那我们就可以证得马祖要互给我们的一种教义的结果,效果 可以得到马祖要给我们的效果,正这个国位 所以今天呢,开始顾问要分享天上四母经的白话解说 那第一段呢,了解马祖效果的言由 那经文的解说是这样子的 众生因为累世的轮回 一直轮回,一代一代一辈子一辈子的轮回 轮回到现在 这个时代是没有神火在世在讲道说法的时代 所以众生呢,难免都会造业,慎重 非常的慎重 那世间的路,齐齐不平,非常难走 人心呢,间接多变,无法亦策 人心呢,都贪争吃,非常的坚洁 然后多变 有时候的善,有时候的饿 这变化呢,很难预测 所以我们活在人世间呢 走这条路好像非常的难走 当我们呢,轮回到人间 接受了这个身体 我们就离开生活呢 越来越远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神火啦 我们肉眼看不到啦 耳朵听不到啦 神火在讲道说法 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不相信 几头三尺有神明 不相信因果夜报 不相信六道轮回了 所以呢,人生的有三道跟第二道 两条不同的路 都是因为呢,我们人呢 四年呢,累世造业 感应到那种优胜或劣败的一种结果 所以形成呢,我们人生走向光明 或是黑暗的人生 完全取决于我们人的为善为恶 所召感而来的果报差异 所以我们好几辈子的轮回 为善为恶 这种果报 就决定我们人生是光明的 还是黑暗的 所谓的善道呢 六道轮回来讲的善道呢 上面就是天道 人道 那另外有一种阿修罗道 可是因为阿修罗是 在六道当中都会存在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善道 就讲天道跟年道 那所谓恶道呢 是六道下面的 所谓的畜生、恶鬼、地义、三恶道 善道呢 跟累败的道路呢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平常呢 我们有修仁义道德 就会走上优胜的善道 都为我们常常心残害别人的念头 及行为 我们就会 墮落累败的恶道 所以 修仁义则归以胜 心残害则罪以累 决定我们走向恶道或是善道 那能处在优胜善道的人呢 是来自于常常行善业 优胜的行为 那并不是来自于 跟人强行、争辩、竞争 那从中去守起 去要求、强求而来的 所以 为善的人 之处然然 可享受 人生美妙又快乐 无上逍遥自在的善果 所以 能过的逍遥自在 都是因为 累世为善 今生为善的一个结果 那 墮落 墮落 催败 惡道 的人 都是来自于常行 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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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为 那结果就要接受 三恶道 就所谓地义 恶鬼 畜生 沦落在这三恶道的一种忌苦 斗入十八成的地义 接受 恩行进化 基督的悲伤 很难过了 不见光明 如一个人在慢慢长夜 在那边等待 难以见到那种天亮 那这些行善作恶的因 得到的优胜或是累败的结果 这道理是非常的清楚的 可是 世人总是不能相信 不能去了解其中的道理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 世人太主著于自我的存在 以追求自我的利益为目标 对于因果道理 因人果报 就容易产生这种怀疑迷惑 做善真的有善报吗 做恶真的会恶报吗 我们都会怀疑 那由于这个怀疑跟疑惑 所以大多数的人 不相信因人果报 就不走向善道 就不行人意之事了 也不知道别人的欠导 任性随意去追求自己的欲望 放纵行事 就造了各种的恶业 例如一遍 有些人的欲望 随着欲望 还是在虽然的欲望 所以世人在迷惑中的购路子 就随著追逐物質的欲望 漂流深層在苦海的當中 生活在受苦的環境 那繼續墮落 繼續受苦 然後又追求短暫的這種色深的享受 來瞞使內心貪婪污染的這種需求 所以從迷至迷 有苦入苦 又醒不過來 主徒眼前 當前 當下即使的享受 跟擁有這些物質 不過後面遭感到來的一種摘殃 所以才淪落在六道輪迴當中 茫茫的苦海當中 而不知道如何去解脫 那這個時候如果沒有聖賢 活菩薩出現在連世間 如何能拯救超把世人脫離苦海 所以馬子呢 因為世人 不知道幾頭三子有神明 不知道因果異報 不勝信因果 所以沉迷在六道輪迴 從迷至迷 有苦入苦 淪落在苦海當中 所以馬子呢 神明呢 為了操拔我們 解救我們 脫離這個苦海 所以馬子才來下環入世 接下來要開始講馬子一生的故事 在宋朝呢 剛剛創立的時候 建榮元年 那我們歲次呢 就是更生年 三年二十三路 太陽即將下山 大概是五點到七點的時候 那時候呢 有一道紅光 就非常光亮朵木 直接攝入到梅州馬子的故姬 這房子裡面室內呢 就充滿了特別的香味 香氣呢 繞繞四周而不退散 在這種呢 很特色意象的情景之下 沒多久 馬子的媽媽 就剩下的馬子 這馬子就出生在林家 他出生的時候呢 非常的奇特 奇怪 到了滿夜呢 馬子呢 都不會哭 沒有哭體的聲音 所以父母就將媽子起名為墨 所以媽子的時稱叫墨良 林墨良 那個良是梅州稱呼為出嫁的姑娘 的一種稱呼 其實媽子的名字叫林墨 那媽子從小就非常聰明 長相容貌極子儀態 跟一般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樣 她跟隨了哥哥姐姐到學校 跟老師學習經典文章 只要讀過一遍 就可以牢記而可以背誦 可以了解經典文章的這個意理 那師父的雙親父母非常孝順 被稱為第一名 媽子天生的孜孜與個性 跟重點完全不同 喜歡把活桌擦拭乾淨 然後魂香來供奉觀音大事 所以他信奉觀音 並很虔誠的 誦經禮拜之火 所以虔誠誦經禮活 是馬子在世的時候最重要的修行 那長大以後 遇到名師 賢通道士 傳授賢廟的祕法給他 就是所謂的 現在的所謂武士 所以馬子很有興趣 這努力的勤奮 入月參修學習 沒有多久就領悟了 邪通的各家的重要的經典 所以不管是無家 活家 道家 各種邪問的經典都有去色列 而且他都能領悟到 領悟到 16歲那一年 在有一次雞眼 探索一個很深的景 意外就得到 一個先人所釋的一個葫蘆 就開始學會畫葫 開始學會一些 靈通變化的能力 所以開始可以 七十邪魔 救治世人 他不斷的演化進步 所以開了人 五言六通的能力 就展現是大神通 就所謂的五言六通 所以經常的 成駕彩銀 在大海上 飛行 救治保護 意難的舟船 他可以靈魂出效 然後也飛上天上 乘坐這個彩銀 到大海去救人 所以眾人受到他的 幫助救治很多 趕快他的 趕快他的恩德 就尊稱馬子為 通賢勝利 所以馬子 16歲就開始有神通 所以29歲的時候 他救了過很多人 所以累積的功德圓滿 在9月9號重陽節當天 登上了梅州的高峰 在白天 灰聲上天 所以當時呢 彩銀密布滿天 天上的音樂呢 都響了 馬子脫離了還胎 進入仙斑火果 就在成就 他的聖胎之體 他就成神成火了 成菩薩了 就馬子升天以後 常常顯現起神仙的靈體 大家都會感受到 看到 感受到馬子的靈魂 神靈 伺服給人間的百姓 所以馬子的靈體呢 飄渺無蹤 來氣自如 經常呢 忽隱忽憲憲 在江淮河海之中 來寬治百姓的德行 救濟百姓 保護這個國家 護衛 轉送 運輸的船隻 所以我們都叫他海神 遺乎啦 行船的人 都是拜馬子 因為馬子會 護衛 轉送 運輸的船隻 那安定波浪 拯救陷入危險的人民 為他們化解凶險 得到真享平安 所以馬子就是立於 意識人的慈悲心患 就像是 觀音菩薩 觀音大事的化身 除旁 保華 來度一切苦惡 所以馬子的心 宛如世人最親切的母親 就像我們天上的媽媽一樣 將世人跟眾生 視為自己 剛出生的孩子 處子 剛出生的孩子一樣 經常呢 顯現 來救治世人的靈異 世姬 只要適人去祈禱 去祈求 馬子必會讓人可以有所感應 所以我們馬子信仰的特色 就是靈感 就是感應 就是感應 所以第一段就是要來認識馬子 下反的言友 馬子一生的故事 及他生天後的公雞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祈禱 YDM 智慧禪 YDM 智慧禪 好運習慣 好運的人 有三大習慣 率真接受 面帶笑容 不斷學習 媽祖慈悲 媽祖慈悲 大家好 本週呢 馬子是給我們的祝慧禪是好運習慣 這個禪禪是顧問非常佩服欣賞 年輕的時候一直在模仿的一位 路本很有名的一個顧問師 川晴信雄先生 川晴信雄先生是一個氣管專家 是一個未來寫的專家 他研究所有人 所有企業 一些好運的企業家 好運的企業 他得到了一個結論說 這些企業家 成功的企業家 為什麼那麼好運 因為他們有三大習慣 就是這三個習慣 那君呢 就去禀報馬祖 要不要跟同修分享這三大習慣 馬祖說要 所以才淚入馬祖的智慧禪之一 關於率真接受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有一位聖言法師 他的名言就是 面對問題 就是要面對接受 處理 然後放下 這個率真接受非常重要 每個人呢 不管你的記憶如何 你的環境如何 就如我們的父母 不管我們父母是怎麼樣一個人 或是我們舊子 我們老闆是怎麼樣一個人 我們增長的國家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家 我們都不要去埋怨 都不要去批評 我們要率真的接受 先接受的 先喜歡的 然後我們要去面對 再來處理 然後再來放下 所以一個人呢 如果沒有這個習慣 常常是碰到事情呢 碰到人啊 碰到事啊 碰到一個環境啊 某種條件之下 都先批評 先埋怨 先責備 那他就不會想辦法去 接受它 然後去努力去克服它 所以自然呢 他運氣不會來 也不會成功 所以 在碰到的環境 遇到碰到的人 遇到碰到的事 碰到的物 我們都是 摔真接受 要知道這個宇宙 所因果的 有這個果就一定有一個因 所以不要去抱怨 不要去埋怨 不管環境如何的變化 我們都要 率真接受 不要去抱怨 不要去埋怨 也不要去批評 也不要去責備 因為這個是失敗者的人 才有的習慣 所以成功的人 從來不抱怨 不批評 不責備 率真的接受 先接受 然後面對它 然後來處理它 所以第二個 好一人的習慣 是面帶笑容 不管他遇到什麼事情 他的思考 思想 都是樂觀的 都是面帶的笑容 那笑為什麼 這麼的重要 因為人笑的時候 大腦會產生這種沒事 這個沒事會觸及 人的一個細胞 你的門義能力 你的活動力 你的創造力 統統會起來 所以一個人要常笑 常常笑的時候 就會忘記痛的感覺 他也可以抑制痛的感覺 所以 每個人常笑 就容易長壽 盡量的笑 你越笑越聰明 越有智慧 那你笑的時候呢 你 你的 面孔的一個細胞 會牽動 30%的腦細胞 讓你的腦細胞都活躍起來 當腦細胞活躍 他就不會死亡 你就越來越聰明 你就越來越長壽 所以 人就是因為會笑 才會變成有智慧 變成萬物之靈 所以笑容很重要 所以 遇到念的事情 就率真介受 樂觀 就開始笑 就微笑 所以 一等馬祖呢 就教育我們同修 念的事情來臨 遇到念的事情 不管任何人 遇到任何人 念的事 念的環境 你就是要保持呢 沉默 微笑 面帶笑容 你可以把你做災難都消除掉 你自然的智慧就會起來 你會 微笑 笑 會大腦 會動起來 會產生一種沒事 會讓你 開始活躍所有細胞 尤其是腦細胞 所以你很多的idea 想法 就會出來 所以人要 好硬的人就是 面帶微笑 面帶微笑 很容易有 給人親切感 得到聯合 得到聯合 那最後呢 就是要不斷的學習 人 的智慧跟能力怎麼來的 人的智慧能力都是做來的 從做中去學習 去成長的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停止學習 腦細胞呢 你越用它 它就越有活力 越聰明 越不會死亡 如果你不去用大腦的時候 它每天每一時刻都在 腦細胞都在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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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去動它 去用它 它就不會死亡 腦細胞就不會死 所以人家不斷的不斷的學習 它會帶給我們長壽 然後也讓我們欣賞事成 當你用到極端 也就是說人家使用到10% 你用到20% 30% 這會產生那種欣賞事成 能力可以改變那個物質 能量可以改變物質那個能力 會欣賞事成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學習心知 各種的知識 所以馬祖常告訴我們 我們遇到任的事情 不要怕失敗 就是率真接受 不要怕困難 就是率真接受 所有給我們的環境 給我們的人事物 我們用樂觀的態度 去面對它 去處理它 那最後我們都會學習到 很多很多的經驗跟能力 跟能力 所以萬事滯漲 那個事情發生 都有它的原因 都有它的因果 我們就率真接受 樂觀面帶笑容 開啟我們的智慧 來學習 學習 讓我們的大腦 充滿了很多的知識庫 讓我們的大腦就像 常識非常豐富的圖詩館 那我們常常笑 那個圖詩館的印象 會非常的靈活 我們需要什麼就要馬上這個 啟啟啟出來給我們 所以 川景信詠先生 他研究了結論 他在福武島 所有企業 讓他走上好運 就是先培養 所有的同仁 都是率真接受 不批評 不埋怨 不責備 然後每個人面帶笑容 誰會笑 十點十分的笑容 然後不斷的充實自己 不斷的參加讀詩會 看各種的 各個專業的一種詩集 來充實自己 那就會帶給這個 人工好運 同時帶一個企業好運 這個國家也會好運 所以馬子一直強調 希望這個智慧 帶給所有同仁 我們馬祖信徒的人 要常常 記得馬祖叫我們 沉默 微笑 然後率真接受 面帶笑容 然後不斷的學習 來擴充我們的知識庫 資料庫 然後來幫助別人 來應用我們的智慧 頭腦越用會越靈光 越用會越長壽 才不會衰老 以上呢 是顧問的心得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 簡單這個穿情信雄呢 我年輕的時候呢 對他的詩集 他的報導 影響顧問很深 我也常常用他的一些 邏輯想法去輔導企業 叫好運管理 所以一天到好運管理 最簡單就是 率真接受 面帶笑容 不斷帶學習的人 都是好運的人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的慈悲 天啊 接下來進行的性命雙修 身心並練的道工的練習 那我們可以聆聽呢 這個音樂 你可以靜心的靜奏下來 閉起眼睛 一起來送樂 後世呢 站起來 跟著以牧尾所做的動作 一起來打一趟 導引工 清淨見活 到工廠 請各位呢 閉眼後世起禮 六字大名眾 連花清淨見心 拯救人間苦 此行度眾生 禮苦而得樂 俘路受臨門 天上聖母 難無欲德媽祖 難無觀音菩薩 難無欲德媽祖 難無欲德媽祖 哹my Stress fed術寶寶寶寶寶寶寶 天客 擁儀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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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